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静页三幅讲记》 第十一集 二 皈依静 第二 是皈依法 六祖大师是讲皈依静 静是什么呢 静是静之静见 这样 怎样的知见叫不静呢 邪静的标准是什么呢 淺而言之 邪静的标准就是经律论三座 静论是我们思想见解的标准 戒律是我们言语造作的标准 我们的思想见解 言语造作 和经律轮到相迎 这个知见叫静之静见 如果我们的想法 看法 讲法 做法 和经典相违背 这个知见就是不静 这样讲来 我们是否要将大藏经统统论呢 不是的 佛当年在世教导弟子 一次的开示 终身奉行 我们中国古人亦说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老师教给你 一日就行了 你一世都要遵守 不遵守 这个就是不敬师 不孝亲 进行秀虚奉行 这个是我们在一切经论上看到的 佛当年在世 没有八学校 也没有开班上课 经典之由来 十至八九都是有人啟请 啟请就是我今天有困难 有难题 向释迦牟尼佛讲 请他的老人家指教 佛就和他讲解 将他的问题解决 后来寄下来 这个就是一部经 这样 这个在佛经的术语 叫当机者 是他来请教 这个对他讲的 他一生依照佛的教训去做 就得到殊性的结果 没有人啟请 佛主动自己讲的经不多 好笑 阿弥陀经是无文字说 这个很特别 无量寿经 你看看 前半部阿难尊者启程 后半部是微立菩萨启程 他们两个人是无量寿经的当机者 都是有对象 这部阿弥陀经是佛无文字说 这样的情形很少很少 无文字说 佛是观察机缘成熟 虽然没有人问 他老人家主动就说出来了 佛所讲的每一部经 都具足了经 律 律 三藏 任何一部经展开来 就是大的三藏 将三藏缩小来 就在一部经里面 你明白这个意思 我常常在讲习里面说 无量寿经详细的说明 就是大方广佛花严经 大方广佛花严经 详细的注解就是大藏经 你就明白了 所以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因此 我们选择一部经论 一生依照这一部经论 修正我们的思想 见解 行词 就对了 这个先叫归依法 早课将经论念一遍 是提醒自己 今天一日 不要忘记佛的教训 要依教奉行 晚课是反省 是检讨 我今天一日 处事代人折物 我的想法 看法做法 和老师的教训 有没有违背 有违背 要真心惨悔 改过自身 这个叫修行 这个叫修行 否则的话 早晚两堂功课有什么用 早晚两堂功课不缺 将经念一遍 念给佛菩萨听 我是佛菩萨的乖寶寶 佛菩萨很喜欢我 那个笑话 那就大错了 不单止你自己想错 实在是什么 实在是在这里做罪业 佛菩萨又不在这里 黎素木雕的像 早早念一遍 欺骗他一次 夜晚念一遍 又欺骗他一次 连黎素木雕的像 都忍心欺骗 他怎么会不欺骗人 所以他处世代人 天天欺骗人 这个不足以为怪物 为什么 佛菩萨像他都欺骗了 今天还欺骗两次 所以 这个不懂得什么叫做归以法 三 归以静 第三是归以憎 憎是清静和合的意思 两个意思 以清静为主 清静心就是和合 每一个人心都清静 他怎么会不和 自然就和 僧团里面基本的介条 是六和径 六和径的目的就是清静心 这个叫和合纵 心清静 身清静 境界清静 我们今天看这个境界不清静 为什么不清静 我们的心不清静 心果然清静 就好像灵验上说的 若能转景 则同如来 心不清静 会被外面境界影响 心清静 不受外面境界影响 不受境界影响 你就会影响境界 你能够影响外境 这个就叫转景 这个就叫转景 如果各位参透这个道理 你就会仿然大悟 几乎现在全世界人都意识到了 地球已经非常非常严重的燃污了 这个燃污怎么能够消除呢 和各位说 如果我们心地的燃污 要不能够恢复清静 外面环境不会清静 为什么呢 景随心转 心清静 就不会制造环境的燃污 心不清静 才会制造环境燃污 今天全世界环保 都是在搞枝枝叶叶 没有找到根本 根本是心地 如果保护心里面的清静 保护精神的燃污 你外面的环境 自自然而会恢复 这个是世间很多很多人不读经 不知道这个是你的真相 我们虽然晓得 晓得的人太少了 人微言轻 看到这个世间人造业寿报 没有办法还救 救不了别人 一定要救自己 这是正确的 自己得救 将来众生的恩怨成熟 我们到家次行来 再去帮助他 什么时候叫恩怨成熟 他能够接受佛法 能够听得进去 听了欢喜 能够信秀奉行 这个叫圆熟 恩怨成熟 他现在听不进去 不能够接受 不能够奉行 圆未熟 未熟的时候要自度 圆熟的时候要度他 这个叫做归增 归增不是归一个出家人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那我们要问 假如有人问你 你学佛吧 佛是什么 你要能够答得出来 佛是佛陀的教育 佛经里面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是生活环境 人生是我本人 就是说的我本人 和我生活环境的真实相 佛法所求的是什么 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佛法所收的是什么 是郭静静 尿样样答得出来 简单明了 不令人怀疑 不令人迷惑 用什么方法收割静静呢 那方法就很多了 所谓百万四千法文 无量法文 这些方法统统收割静静 参禅收割静静 持咒收割静静 念佛还是收割静静 读经也收割静静 你才知道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因为每一个法门 通通收的是割静静 离开割静静 就不是佛法 割静静达到圆满的程度 就叫成佛 所以各位要知道 前面说过佛法是教育 教育有学位 好像我们现在世间这个教育 最高的学位是博士 其次是碩士 再其次是学士 三种不同的学位 三种不同的学位 在佛门里面也是这样 名称不一样而已 佛法里面最高的学位叫佛陀 所以人人都可以清佛 好像我们这个世间 人人都可以拿到博士学位 佛陀是学位的名称 菩萨也是学位的名称 好像碩士 比佛陀低一级 比佛陀低一级 阿罗汉又低一级 好像学士一样 所以佛法刚才说 所求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这个名称在佛教里面所说的 是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正觉 第二个阶段 正等正觉 第三个阶段 是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是讲修学的课程 这个是课程真实的标准 如果你得到正觉 你就叫做阿罗汉 阿罗汉的学位就得到了 如果你收到正等正觉 这样你就得到菩萨的学位 如果再往上去收成了无上正等正觉 你就得到佛陀的学位 所以佛菩萨 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 这个要知道 所以各正正 他有程度深浅不同 如果 钱的就是正觉 再深一层的 正等正觉 最深的 究竟圆满的 叫无上正等正觉 我们学佛四众同修 都要将它认识清楚 要将它看明白 决定不能够有差错 然后佛教在全世界弘扬 决定没有障碍 而且会被一切大众欢喜接受 即使其他宗教徒也不例外 我在国内外 接触天主教的神父 基督教的牧师 他们跟我好谈得来 他们觉得我跟他说的佛法 他都能够接受 都欢喜接受 为什么 迷信 丝毫迷信的迹象都找不到 但是觉正正 实在说有没有标准呢 怎么才是觉呢 我现在觉了没有呢 思想见解 什么是正确 我今天对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正不正确呢 自以为正确 这个不行 各位一定要明白 各正正 是一二三 三二一 是分不开的 各五粒 思想见解一定正确 心地一定清静 思想见解正确 这个人一定觉悟 他一定不是话 心地清静的人 一定是正知正见 一定是大切大悟 所以 一二三 三二一 因此 在佛法修持方式里面 有一些人 在三个方针里面 他娶一个 一个成就 其他的通通都圆满得道 我们说各正正这三门 例如在中国的禅中 盛中 他们偏重在各门 禅中的修学 目标就是大切大悟 明心见性 教下 除了禅中之外 都叫教下 是依据经典 换一句话说 他有教科书 由浅而深次第修学 这个是教下 教下 他要求的是大科元解 大科元解和禅中的明心见性 是一样的 大科元解之后 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 想法就正确了 绝对不会错误 他走的是正门 正而不邪 淨土宗和密宗 这两个宗派 走的是同样一个门 正门 专门收清静心 所以淨土宗一心不乱 收清静心 密宗说的三物相应 相应 心就清静了 他走的是正门 佛法中派很多 他们修学重点不相同 但是一发成就 一切都成就了 花盐上所说的 一继一切 一继继一 这个是真实的 不是虚妄 我们所依的理论不相同 方针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我们所达到的目标 各正正 是绝对相同 我们所求的圆满的智慧 是决定相同 所以才说出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任何一个法门 都值得我们赞叹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这是同修门 必须要知道的 这是三自归 就是自圣三宝 才是我们真正归以处 作词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